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车子还要20分钟才来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先把心理箱放在这里排队好了 喂 我已经把心理箱放在这里排好队了 你要排队 我是说这是我的心理箱 我先来的 你要排后面 你听不到吗 对不起 我以为你要插队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没关系 在等公车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会耐心地等候 不过有时候遇到一些紧急状况 有些人就会选择插队 这时候互相礼让一下 让大家更方便 今天QB 马里通要教大家的是 你要排队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告诉那些很赶的人的话 其实你的表情要稍微和善一下 那这个排队的手语呢 就是代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然后呢依照次序的来排 所以排队的手语就是这个 排队 排队 好像有排出人龙的样子 那插队呢 就是在排的时候 有人插进来了 所以排队 然后插队 那这时候遇到插队的人啊 你可以有一点比较和缓的表情 告诉他说 请排队哦 就是告诉他你要排队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让大家呢更顺利 不过真的很急的时候 我们还是让他一下好了 那在哪边排队 大家会最常看到 其实是在站排 那站排这个手语呢 我们现在虽然看到的都是 电子式的跑马灯 但是呢 站排这个手语其实是这样 因为以前的站排呢 是有一个圆形的站 然后再加一个立柱 所以一直呢 就沿用了这个手语当作站排 到现在呢 站排也还是这样子比 那它指的就是公车的站排 所以呢 这个是在站排 那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 依照次序呢 我们就可以上车或者是下车 那我们就要先比出 车的这个手语 还记得车有哪种比法吗 车 或者是车 那因为呢 车有大台或是有小台 所以你在上车的时候呢 你就会用一个人 然后上车 或者是下车 但是因为公车是比较大台的 而且呢 这个动作也比较好比 所以我们也会比 这个车或者是车 上车 以及下车 上车 下车 这样子 那通常呢 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很耐心的 依照这个顺序呢 来安排 所以呢 有先来后到的这个次序 所以我们会用 依照 这个手语呢 就是依照 依循着 这个顺序 然后来进行上车 就是一个轮到下一个 一个轮到下一个 所以就是 有依照 先来后到的次序 或者是依照顺序 都是这样子 这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 直接呢 打开APP 就可以知道呢 公车所来的 这个时间 所以呢 公车到底什么时候来 几点几分来 这个是几点 所以我们这时候 要比时刻表 我们就会比 这个公车 几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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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按照顺序的 排下来 这个手语叫做 时刻表 所以是多少的手型 放在手表的位置 由上往下 这个手语呢 就叫时刻表 今天QB买通 教大家的是 你要排队 你学会了吗 你要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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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